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便這是一個不管更年齡層的朋友們 你們看的一定會有不同的感覺相機 benefitsH cioè你 這部戲呢就像to ‫你講的 他真的是一部裡面類戲劇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近年來 還有就是我們那一檀 就是過年檀 所有裡面類型非常跳脫的 真的很大的police 然後電影就是真的他非常合十 然後也希望說這部電影可以喚醒 內心有些能溫柔的那一塊 對家人、對朋友 我落前沒有感覺 可是我感覺很好喔 其實說真的 我反而在演戲的過程當中 拍電影的過程當中 我相處還沒那麼多 其實我跟他對戲的部分 並沒有那麼多 因為我的戲份沒有很重 重點其實就是他還想你 就是反倒是自證的做宣傳 所以我們自己家偷聊 或者是剛才你也看到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靠自己在聊天 其實我覺得 仔仔真的是很有趣 而且他是個很可愛的大男孩 還沒有做之前 很期待了 因為 之前在其他的戲劇裡面 看到Alan的表演的時候 我沒有到很驚訝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讓我覺得很特別 台灣的演員裡面 我會少看到同類型的舞台 他們有一種 很灑脫的一種個性是 他不用表演 就可以讓觀眾 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很早以前 就還蠻希望說 能夠跟他一樣做 但這次真的合作到 即便說我們大家 真的沒有太多 太多戲排在一起 但是那個感覺還是存在 我看到他演戲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能滿整顆的氣力上去 有一場戲是我要跟他告白 可是我不敢面對他 然後那時候也是喝了煙酒 以及演戲排 才終於講出第一心裡面那個話 因為我就是被對他演 然後我也沒有去看回放 所以我都不知道他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後來我們做全團的時候 才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聽他講那個時候 他的那個情緒 其實他也很掙扎 想像說 這個時候不是抱下去 要不然就是說 啊你那個兩交文之類的 所以是他講了以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有這個互動 就是有這個情緒的交流 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是 我真的就覺得說 我在那個當下 是有投入在那個狀態之下 然後我真的很傷勁很難過 想說他都沒有反應 而且他給我這樣子的活力 讓我真的有配信 去裡面 Ella跟我告白之後 然後我們還是 當作就是 把那個尷尬的氣氛化解開來之後 我們還是像哥們一樣 只不過在他心裡明白了 這件事情不是一個秘密 就是說 你說出來了 我也聽到了 嗯 然後之後有一次 他來戲裡面的家裡的時候 呃 要走的時候 然後 我就要跟他講說 因為他在裡面 他是個男人活的角色 他基本上不穿裙子的 所以我們安排在戲裡面 其實最後面的時候 他穿著裙子 後來我覺得 穿著裙子挺漂亮的 我就 他要走啦 然後騎腳踏車要走 我就 這個腳踏車要在後面盤 其實我就說 欸那其實你穿裙子很漂亮 然後他就尷尬的甩車 那一幕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呢 很開心 就是我們兩個 能夠搭上這個電影熱潮 因為在過年檔的時候有 大概有七八部電影 要一起投資到十部 你看現在有十部 那其實我們就是剛好經歷這個 揮寶的時刻 正在起飛的時刻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真的都進戲院 不管是支持哪一部電影 但是就是一定要來支持 我們台灣的電影這樣子 然後也希望大家能夠 喜歡我們做新天生一頓 希望大家一月二十號 在全台的各大戲院 還有除了台灣以外的 其他的亞洲地區 都會同步上映 新天生一頓 那希望大家給我們一點支持 然後好好去電影園 好好地哭一下 好好笑一下 對 那也就是可以去支持其他電影 對啊 真的你要看兩個電影 才可以去看別人 沒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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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